给你一封罐号叶 好 谢谢啊 来 帮我签个字 好 香吧 对 喝 来不及了 我走了 你喝呀 怎么这就走了 来不及了 等等啊 林沫 林沫 我的妈呀 你还有什么事啊 抽空把这俩鸡蛋吃了 吃饱了心不慌 想想你这几年的努力 你肯定行的 我知道了 别忘了吃 你看他紧张的 不过我觉得 他一定能考上 那当然了 不过上考场啊 适度的紧张也是有必要的 你是没法体会啊 我怎么没法体会啊 我考个业大 而且我 你那也叫考试 你那叫什么呀 充气量也就是去凑个热闹 我儿子要是像你一样 我找个地儿碰死的了 你儿子跟我一样倒好了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你脸色好像不太好啊 我脸 脸色 给人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媳妇这鼻子 真棒 刚到门口 七个菜文春溜过来 林总 你不是今天不回来吃饭吗 这不凭什么不回来呀 一口吃吧 你看我们不回来吃这么好啊 我爸考上研究生了 对 真的 盖了 得了得了 过去过去过去 我也喝点 我也喝点 你喝什么酒呀 人家考研究生跟你有什么关系 快吃 林沐考上研究生了是个喜事 喝点酒庆祝庆祝也是应该的嘛 对对对 不是 我就说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其实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你这话啥意思 对不起 我说说话了 不是跟你没关系 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你是他老婆嘛 不过别怪我丑话说前程啊 这男人啊 出息越大 跟你的距离就越来越大 距离越大 你被甩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老妹 忠言腻言 利于行 听我这么说没错 不行啊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睁着眼闭着眼 看紧了 通知书 通知书 看 小麦的通知书啊 这真的假的 真的 跟你一样的真 那这么巧的事 我看 没有那么巧的事 你看 我说这是假的吧 通知书是真的 黎木考试那天就寄来了 只是我没说 这可都两个月了啊 你看我说这是假的吧 你看我说这是假的吧 通知书是真的 通知书是真的 黎木考试那天就寄来了 还是等黎木的通知单下来了 一块儿说 没想到真的等到今天了 挺有心眼的 我认为不是这样 我嫂子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 她怕刺激了我哥 那做事很周全 你看 人家通知书下来了 我哥通知书还没下来呢 心情很浮躁 这事儿拿出来 双喜临门了 很完美吗 我再喝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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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来 喝酒 来 喝 喝酒 来 喝 别说你胖你就喘啊 我给提醒你 这俩都是录取通知书 这通知书和通知书可不一样啊 明白吗 我知道 我是业余的大学 黎木是研究生 差距远着呢 知道了就好 有一件事我还想知道 你说你们一家三口啊 一对半学生 小学生 大学生 研究生 这联盟小麦克城 真是笨子了啊 这了不起 杨宫崽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你 我夸他都听不出来啊 第一啊 我是要夸他 第二呢 我要把丑话说到头里 王小麦 你们一家三口知识分子 这我杨文财 我杨文财我养不起 不让您养 那哪有经济来源呢 这黎木那个研究生那津贴 连他自己他都不够 那怎么能顾得上你们娘俩啊 我那个大学是业余的 白天我可以进行裁缝铺 晚上去读书 两不误 好 好 不过那鸭鸭你可够不上了吧 您看这样行吗 鸭鸭先展示放在您这儿 每个月我再加价 不 再加二十块钱伙食费 你随便 你随便 你不给钱我也得管呢 是吧 鸭鸭是我孙女儿啊 是吧 是 其实啊 我的话还有一层意思 是提醒你 你和黎木你们俩都上学了 这学和学科真的不一样啊 黎木的重点是要好好学习 你的重点是保证黎木好好学习 明白吗 明白 放心吧 明白就好 吃 老林喝点汤吧 行 不喝了 不喝 太辣 爷爷 汤里面没有放辣椒呀 你爷爷说的不是汤辣 先有人说话难听 恶毒 说谁呢 把话说清楚了 我说的 就是你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不是你不觉得你妈说话 就像黄世人他妈似的 本来就是啊 说真话老不让人说 黄世人他妈要放到现在 是大学教授 就你这样 林阿智 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你还骂着我 说实话也吃饱了 也不好吃 不好吃你还吃那么多 林沫 好 以后 咱们三个人好好地过日子 嗯 你知道这回你考上研究生 你应该感谢谁吗 当然应该感谢你呀 那是 不过 还有两个人你应该感谢 谁啊 我说 黄霓和他 啊 怎么说呢 你想啊 如果没有他们那句话 你不知道现在还在哪儿呢 他这么说 你也在 也不知道黄霓在哪儿啊 他给你写个信吗 我冯霓啊 说过一句最证据的话 他说咱俩这辈子 不是你离不开我 是我离不开你 有道理 说的真有道理 我就是离不开你了